我等著你回來 我等著你回來 魏環委員會早上不是再開會 反而傳出了經典名曲 我等著你回來 原來國民黨立委 這回又被二次放鴿子了 吳崑宇委員在樓上的時候表示說 來魏環委員會出席是浪費時間 不遷到不出席的方式 來抵制一個委員會的召開 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人 民進黨和時代力量十一席立委 再次聯手缺席紅十字會法修正草案 會議開不了 王玉銘乾脆出招放音樂等立委回來 民進黨立委不來開會 藍營出怪招給聽音樂 民進黨這邊也有妙招 那我們要來多討論 內政委員會上針對反歧視法一邊講 這件台下立委莊瑞雄鑽來鑽去 忙著發科學面 仔細看每個委員桌上 都一包就要提醒黃昭順審查法案 要科學一點 這個時候應該要讓審查更有科學 更有效率 所以我就請助理去買了一箱科學面 發呀發呀發呀 你看一下子 每一個人就多有效率出來了 超野質詢的酸道具 PH指小到不行有夠嗆 沒想到國民黨這邊還加碼 如果假設發生老鼠咬小孩 到底我們要打給哪個單位 我要坦白講 我也不知道 真的是被問倒了 被老鼠咬要找誰 直接農委會主委曹啟宏 尷尬一笑 但還真的好多人不知道 真的有老鼠咬小孩 這個事情也是發生過的 可能這選擇單位也不一樣耶 所以我今天也是不清楚嘛 所以我問主委 主委你應該比我更清楚 但是他的答案說他也不清楚 平常立委們認真質詢好嚴肅 沒想到天外飛來一筆 也是歡笑一螺框 記者黃家瑋李一璇台北報導